嘉宾云集 星光翼翼 中日政经文化界代表 作为嘉宾出席了迎新会并发表了讲话 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萧敬如代表主办方发表讲话 日本中华总商会理事长延昊致住久词 日本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传经康次用简洁而生动的总结发言 为本次迎春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场腿尾三年之久的线下迎春会吸引200多位活跃与 中日政经商贸文化的多个领域的代表道场 嘉宾们就积极推进中日经贸文化交流 动建稳定相貌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